我们这边来介绍莱布尼兹法则 莱布尼兹 Leibniz的话呢 他是一个数学家 他的话呢 跟牛顿是一样有名的 一样对于微积分的话呢 是一样有贡献 那么他这个里面提到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提到说 假设有一个函数 他的话呢 是他的定积分 由A积到一个另外一个HX 然后积分完毕之后 再来一个微分 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他把这个HX 就是上限的这个函数带进去 再乘上上限函数的微分 那各位同学看到这个算式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复杂呢 其实他很合理 而且的话呢 他并不算困难 那么我给各位同学做一个 简短的说明 那么怎么说呢 来我们假设 我们先假设 一个大F函数 我们一个大F的函数 它的微分后就是小F 那么也就是小F的积分 就是大F了 好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来先考虑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这个 他的话呢 他由A G到HX 然后小FT DT 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我们根据 我们根据微积分 基本定理 我们的第二部分 我们的话呢 会变成了大F 然后的话呢 它的下限是A 上限是HX 于是的话呢 我们把上限带进去 减掉下限带进去 于是变成了F HX 减掉下限带进去 变成了F 好 做到这个地方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地方 已经积分完毕 现在的话呢 它又对X来微分 那么我们就再微分它 来我们的话呢 继续写下一步 现在积分 积分的话呢 我把它写下来 我把左边的算式 全部都写好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只等着 要微分它了 微分 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一个合成函数 所以我们微分的时候 要采用的是什么呢 采用的是连锁率 这个的话呢 先微分外层 里面照超 再乘上什么呢 再乘上里面的微分 再减掉这个 这个微分 各位同学的话呢 不用算了 因为A是一个数字 数字带进去 通通都是0 好 各位同学看到这边 这边的话呢 我们曾经也讲过 大F的微分是小F 所以我把它换成了小F 再把H 带进去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莱布尼兹法则 这是一个简单的 但是我们的话呢 整体的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不一定是数字 我们也可以是第二个 第二个函数 那各位同学可以做推广 我们也可以留在习题之中 那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题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莱布尼斯的法则 常常是在 微积分的考试之中的 选择题的话呢 常常会出现 来比如说 他要我们算这个 外面是微分 这个数字不重要 数字通通都会被删掉 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子 里面的函数 故意出一些 蛮不好积分的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会不会写这个答案呢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千万不要真的 就把它先拿来积分 积分完毕以后再微分 这样的结果的话呢 是非常困难 而且麻烦 甚至有的根本就 积不出来的 那么我们根据了莱布尼斯的法则 相当于是 微积分基本定理里面的想法 先积分再微分 它会恢复原状 我们就直接写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x带进去 就变成了 根号 1加上x的三次方 再减掉 当然不用再写了 因为减掉0 所以就OK了 我们这个答案 就直接这样写就好了 至于说后面 应该还要再乘上一个1 1是哪来的呢 是x的微分 我们可以不要写 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同样题目好了 题目的话呢 是这样子出的 假设这是另外一个数字 那上面的话呢 是x的二次方 好 一样的函数 他们要我积分 当然我们积不出来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积出来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 根据了莱布尼斯的法则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函数 带进去 然后再乘上里面的微分 就可以了 于是答案 于是答案怎么写 答案就是根号 1加上 这边是x的二次方 然后再带进去就会变成了 x的六次方 外面再乘上一个2x 这个2x是哪来的呢 2x是上面这个里面的微分 各位同学看一下 就是所谓的h'x 这是把它带进去而已 这个就是我们有名的莱布尼斯法则 对于很多先积分后微分的题目而言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题的一个工具 我们下期再见